在中国历史上,有一个短命朝代,叫新朝,统治者名叫王莽,只存在了15年的时间,其实,王莽也算是正统出身。 祖上是汉朝皇帝刘迦,到了他这一代,可能是不太甘心做个混吃等子的纹固子弟,于是就篡位了。 王莽上位后,很快颁布了一系列法令,比如禁止买卖土地和奴隶,废除老式钱币,改为新货币等等,都很有进步意义。 不过,改革这东西总会触及很多人的利益,因此,很快就遭到了很多贵族的声讨。 大家一致认为,皇上这是脑子进水了,晃一晃满脑子都是大海的声音,于是就有人组成了城坚除恶队,去讨伐他。 除了惹人烦,其实他的前卫思想,还是受不少人爱戴的。 比如说那些喜欢发明创造、天马寻空的人,如果王莽不称帝的话,他其实完全可以做一个非常优秀的发明家。 爱迪生什么的在他面前简直就是弱爆了。 比如他曾发明过一种测量工具,叫青铜卡齿。 看看这张照片,简直就跟现在大学里使用的游标卡齿一模一样。 据记载,他还想造一架飞行器,可是因为当时条件不允许,最后没能完成。 因此,很多人都怀疑,王莽是一个穿越人士,为的就是把现代的文明,带回到古代去,让社会更进一步。 可回头想想,如果王莽真的是穿越回去的,那也只能说,他在现代的学问,并不是很高。 不然怎么会不知道循序渐进的改革方式呢? 最主要的是,历史是不能被篡改的。 不然谁知道会不会引起蝴蝶效应,让很多本该存在的人和事,突然消失呢?